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爸爸在80年代表化工部到美国来购买设备 那时候是中国刚开始开放现代化的过程 他在美国待了一年 然后回去的时候他就只是跟我说了一句话 说你应该去美国看看 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比较偏重于学一些英文 然后工作以后还是工作了几年 然后就决定到美国来读书 就是一个正常的留学生就这样过来了 罗叶姐目前是从事生物跨境融投资行业 我知道您有20年的财务管理和运营经验 曾经帮助公司在美国和香港上市 是什么原因让您跨行到生物跨境融投资领域的呢 这个故事可能还挺长的 也很有趣 因为我也希望对在听众朋友中对自己的career 一个带定性来讲可能有所帮助 我当时来美国呢 其实我之前是学的是商业吧 商业管理方面 后来到美国就是内售不就没有办法吗 大家都觉得需要一个特长型的工作 那就除了电脑就是财务 所以我选择了财块专业 后来就是在财务方面又分了 其实也是分的 是一个财务是财块是accounting 另外一个是finance 金融管理 那我在这两个专业里面都拿到了学位 就是master嘛 后来工作就很有意思了 我就一直从大公司做finance之后 又跑到创业企业做会计 就从基本开始做起 然后就学会了很多创业公司这种理念 这二十几年来 其实我更加就是那个位置呢 很像就是说一个公司被投了 被VC投掉了 然后我们就会派去帮他们做这个财务管理 和一些更多的运营性的管理 所以我的工作不简简单单是一个财务工作 就是记账之类的 更多的是参与公司运营 那在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你会学到公司里方方面面的东西 作为一个很好的财务人员 就是你要明白公司这个老板 就是公司的发展方向 然后你要做出具体的工作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很 就是如果观众朋友中 你们有想学财务的 应该是更多的把自己的知识面放宽 那我为什么 那当然了就是在好多机会上 你就做到最后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公司上市 或者是做一个很大的退出 比如说被购买 其实这个内部的财务管理和这个内控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除了这个销售之外 所以我的工作就变得特别重要 那就是说在帮助公司上市之前 或者退出之前 会有很细微的细致的工作去协调 财务 内省 运营 产品 物流 就是各个方面出去 就是可能会除了CEO 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管理之外 你就是一个第二把手的一个角色 所以说是非常重要 但是我同时也觉得是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你可以把你很多的知识融汇在一起 你多年的财务方面的经 就是比较专业的知识 加上你这运营管理方面就会融汇贯通 所以就是说要说的远一点 就上市又是一件很慢慢的一个过程 就是要很多的准备 那我为什么又做到了生物 这又很有意思 我一直对于生物来讲 就是我没有学过生物 就是觉得很奇妙 然后我最后一个 后来一个公司就很 他们就是让我去 也是一个生物公司里面 就是测试公司 就Diagnostic 然后让我去管理财务 当然了 然后去融资 那这个过程中 我对生物又有很多的了解 融资很成功 就是数额很大的一个就是融资 那我觉得成功的过程 不是说我融到了多少钱 而是学会了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其实是也是非常有趣 我等于说把我的财务的东西 就放到了第二个重要了 反倒是要去学习整个的 就像我们说基因这个工程 这个过程 我们叫NGS market 所以就是也是怎么讲 就是全新的领域对我来说 我就从来没有想到 我进入生物 那目前就因为成功的融资 那就会有很多创业公司来找我 就是说能不能帮助他们 其实在生物方面 有很多非常brilliant的idea 但是他们第一轮的融资 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如果朋友总有做生物的 你们也知道这个有的时候 可能几十年的你的研究成果 并没有办法市场化 也是很艰辛的 那我如果能够帮助这些很好的项目 那我也很高兴 所以我最近也是成功的融了 帮助两个公司 还融到第一轮融资 就是这样 那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机缘巧合 并不是我故意要想做什么事情 就是机会就到了 然后你就做好做生 那就成为你另外一个career path 很多朋友都觉得说投行的这份工作是很神秘的 那投行的工作是每天都在选择好的项目 然后去投资吗 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太有点广泛 投行其实我并不是说从投行出身 我可能做了一部分投行做的工作 投行因为有一些大的投行机构是专门做上市的 就是underwriter 有一些是做可能是做早期投资一些 做债券的 那我接触的更多的是在 就有点像ventual capital这个领域 当然了这个工作 其实我也想再接着机会稍微多讲一点 就是说投行感觉很神秘嘛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累的工作 我能感觉到我接触到的这个投行的工作人员 我觉得他们具有了非常几个 三个吧 我可以说三个非常重要的素质 也会对我们作为家长的 你就希望说孩子将来去投校去投行 要怎么怎么样的一个帮助 我觉得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身体要好 为什么呢 我们可能会在就是工作起来 可能会就是连续十几个小时是很正常的 然而是你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这是第一身体要特别好 第二呢 你要具有这个融会贯通的能力 也就是说在很短的时间内 你会把很多的信息拼在一起 得出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概念和结论 基于这个概念 和这个框架 你能做出一个很好的判断 那这个判断之上 你就牵扯到这个deal是不是可行 或者是说这个财务模型是什么样子的 最终会导致这个价值 所以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素质 第三就是情商特别高 就是你能够容忍不同的个性的要求 这三点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讲 或者对父母对孩子的期望来讲 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 有的时候并不是代表你聪明 你就能够去能够胜任投行这个工作 真的是说到本质来讲 就是要很身体要好 能扛压 所以不是投行不是那么的光鲜耀眼的 其实每一份工作都有它的艰辛 但是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你可以不停地学习 我觉得如果你是个愿意学习的人 能够喜欢开拓不同知识方面的人 那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 就是你不会千篇一律的做一件事情 您是如何评估一家公司 未来的发展潜力的呢 这个其实挺难说的 我觉得一个公司真正的能够发展 成功与否则 咱们中国人不是说天时地利人和吗 我不觉得就是所有投资都是成功的 我们其实对于投资人来说 或者是你就是做一个公司来说 你也会它肯定有失败的风险吧 我觉得评估一个成功 这个很难去判断 可能还是有一些重要因素 就是说可能是个团队也很重要 然后就是它的格局很重要 有的时候产品本身 你当然也很重要 可是它这个最终 这个公司能不能成功 还是在它的execution方面 就是detail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多方面的元素 很难去一开始判断 但是你不能说它有危险 它有risk 你就不去做这件事情 那作为风头来讲 他们是考虑到这个风险的 所以说我不知道 没有办法有一个quantity的一个东西来判断 这公司未来发展潜力如何 只是说我们做的是de-risk 就是把它minimize它的risk 帮助它能够发展成功 那在投资这个领域 如何可以找到一个好的项目呢 真的好的项目 其实你都想投的投不进去 但是好的项目呢 可能要是很早就开始 比如说你engage这个network 恰好你在这个行业里认识一些朋友 然后他们就会说起一些项目来 其实项目很多 但是好项目 什么是好项目呢 这个很难去判断 确实需要专业判断 我如果说从生物投资来讲 这个是要求极高的这个专业知识的 好项目 有的时候真的是好项目也没人投 然后这个好这个概念呢 就是说投资行业有点像 有点跟风 他就比如说你现在是什么什么 特别大家都喜欢投 那可能就变成是好项目 但如果是冷门的项目 有很多人就不投 咱们就说 咱们再说的深一点 就是说咱们现在大家都很追的这个疫苗吧 其实疫苗那个科学家们 尤其是北洋 就是德国那个那家 Moderna那家起吧 他们那个一对科学家 他们工作了四十多年 根本就没有人理他们的 这是为什么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 这个大事在着 那恰好这个pandemic发生了 那我们需要这种疫苗的出现 那他们这个研究成果就 就马上就被应用了 那照以前来说 疫苗国家讨钱谁赚钱 没有人赚钱在疫苗上面 对吧 所以你说什么叫好项目 这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 很难去判断的 我觉得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这就是我 我一直觉得这个中国古老的这个哲学思想啊 就是在任何的地方都特别恰如其分 这就也没办法说的特别特别的 有没有预见过说一个项目投资之前呢 看起来很好 但是经过长时间之后呢 就发现说实际上这个项目呢 也没那么好 肯定啊 太多了 比如生物方面我们投资 尤其是做这个药的话 那2%的成功率啊 你说98%都干嘛的 其实可能都失败了 这个项目就是说这个项目靠不靠谱 可能最开始的时候 因为你投嘛 他还是认为他是靠谱的 但是这个过程中很多原因啊 也许有更好的比他还靠谱的出来了呢 或者是本身这个团队这个方向 一开始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做着做着就有问题了 他整个这个底层这个思路 或者这个设计就不对 这个就这种靠谱我觉得 这种不靠谱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最不能接受这个团队的这个 这个不专心啊 这个没有这个比较诚实的 这个和精益的这种态度和精神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最不能容忍的不靠谱 肯定会发生的 有没有预见过说一个项目非常好 但是却没有人投资的情况 很多很多很多 就刚才那例子咱们就说 是因为大势所趋 他们那些科学家最终被发现了 尤其在生物方面 我觉得非常敬佩这些科学家 他们能在实验室里做40年 都可能磨磨无闻 所以说资本这个市场 我也希望就是说 当然了不是希望资本也是要赚钱的嘛 所以大家也是要跟风 可是不知道有什么样的资本 能够真正的有那个guts 去投一些基础的这个科学 我觉得这个 其实是我呼吁吧 但是毕竟钱不在我手里 所以说不算 您觉得亚裔女性 就是亚裔女性在职场上有哪些优势呢 这个我想就是因为从上市的角度来讲 尤其我不知道是不是Nationwide的就是加州来讲 上市公司它有一个要求叫 minority female board 也就是说你的董事会中一定要有女性 还有一个就是少数族裔这个要求 上市要求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我觉得它开了一个就是给女性在职场的一个 虽然是政策所屈齿吧 它是给你一个往上能够走到董事会的一个机会 当然我工作中的女性 尤其是亚裔女性 她们本身具有那种比较坚强的特质 然后比较有任性 然后做事也灵活 我看太多成功的女性了 所以我在这里面也想说 就在tech里面 其实有很多co-founder 也都是女性 很有机会 不知为什么 我更觉得女性在硅谷方面的发展 是比较相对来讲 我还没有感觉那么大的来自于类似于男士那方面的压力 对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so far我的周围可能就是都比较 大家比较开朗成功 这样的女性还是蛮多的 你有没有觉得说 你在职场上 就由于自己是亚裔的身份 然后还是有一些优势的这样的小故事 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觉得优势谈不上 真的谈不上 有的时候 我觉得在职场上 你最好不把自己作为有性别差异 比如说你是一个officer 你就是一个专业的 一个在某方面 你是有发言权 有专业知识 能够做出 能够you have a voice的一个就好了 我就没有觉得说 你是男性女性 或者你是少数族裔 你是什么样的 你上什么颜色 首先自己就不应该给自己加上 这一层色彩在里面 我觉得是比较平和的 至于你说是亚洲女性 为什么就能够更 这个没有 我没有感觉是什么 其实还是存在的 因为当你坐在一个董事会里面 你看到的其实更多的都是男性 对吧 不管是什么颜色的 还是基本都是男性居多 但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发出你的声音 一定是你有很强的知识 面然后专业性 听说您认识很多优秀的女性的CEO 或者是女性的专业人士 她们都是具有各种各样的才艺的 真的是这样的吗 是啊 我是觉得这些东西是通的 因为你的才艺实际会帮助你 更从容的站在一个舞台上 比如我可以举个例子 就是我听说我没有直接见过她 但是同个朋友 她是一个BioTech的CEO 女性中国人 她会跳芭蕾的 她会坚持去跳 那你想这样的人 她其实她有特质 就是她很坚持 她也对这个 实际就是说到跳舞 就是说你舞蹈这种东西 它让你的思路也灵活 你多面性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才艺一点 都不是什么特别 好像作为一个成功的女性企业家 或者是成功人士 你就一定是很呆板的 我觉得是正好相反 那我自己 我可能也会说 我自己的摄影师 她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CPA 然后还是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 就是非常的多面性 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工作 是非常有帮助的 如果我说我自己的话 我就不会处 就是说大家会觉得 我去上台演讲 或说一件事情 我有些很紧张 那我肯定不会紧张 因为我经常会站在舞台上 或者是说在镜头下 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知道您喜欢跳舞 摄影 还经常做拍摄模特 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对 这就是刚才我延续下来的 跳舞这件事情是因为疫情 我原本是 因为也是工作忙 commute 带小孩子 那现在都比较大了 在疫情之前 就开始重新回到舞蹈教室 那疫情期间 更是有很多的时间来跳舞 那心情也会好一些 大家都很抑郁 所以说跳跳舞 摄影是因为小范围之内 因为我觉得过去这两年 大家都把 就时间就过糊涂了 就不知道 今天是何年何月的感觉 那我还想说 既然这两年 我们必须待在家里 我让他还是有记忆的 所以我会定期出去 找一个很小的景点 去拍 细心的去拍一组照片 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是非常珍贵的 因为可能以后就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了 但是过去这两年 大家更加的就是 在大自然中寻找到一些安慰吧 所以我也就是拍了很多照片 当然因为我喜欢跳舞 那摄影师来讲 他们对于这个姿势 对于这个色彩 对这个光线要求还是很多的 所以说我就能够很容易配合他们 那这里再想说一句 就是说没有不漂亮的女人 你的照片你觉得不好 那是摄影师的问题 您觉得跳舞给您带来了哪些好处 这个跳舞好处就是 我是一个非常鼓励大家去 就是说跳舞其实不是说你一定要能够舞台展现那种专业性的舞蹈 其实跳舞就是一种音乐嘛 你可能是首先听着一个很好听的音乐 你就手无阻导的意思 跳舞因为我可能不是 有的时候我会去专门去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我说我去学这个舞 那我就会很认真的把这个动作 这个音乐都学下来 那对于脑子来讲 是真的是很有帮助 因为我记得我最困难的时候 就是我当时要做审计非常非常忙 忙到我就是每天工作到从九点 比如做到八九点钟 就十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走到九点到晚八点 那中间我一定会出去的 我就会跟我说我一定要去跳这一小时的舞 因为它会让我脑子会清醒 然后我就突然发现那段时间 我对数字特别敏感 你看到那个board上那个数字 我看一眼我进步就能记住 下一次开会我还能说出来 所以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你们没有人能够阻止我 再忙你们我都会要去跳一个小时舞 这是就是说 所以我个人的感觉 但一说大家如果能够说 运动起来 我觉得最好的运动 其实比较轻松的运动 就是跳舞 因为你 你会走路就肯定会跳舞 这就是我 我为什么一直就是鼓励大家能够 把自己 就真的性情放开放出来 因为没有人 也没有人看你啊 你随便啊 你就是随着音乐嘛 所以我说中国人说的手无足蹈 就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你还在社区担任春晚舞蹈策划 同时还参加了开心健身平台 偶尔替班领虎 你怎么想到说去参加这些公益活动的呢 对我这个都是偶然 我都忘了我怎么参加了这个开心的平台 可能就是偶偶偶被谁拉过来的 被某朋友 然后我们在平台上是 我是第二年才参加 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春晚呢 是因为我们一个很自身的义工 说了一句话说 今年又回不去了 我说那没有关系 我说其实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嘛 对吧 我说那我们义工来做一次春晚吧 那在线上我们可以 就是这个春晚可能比国内 我们想象的春晚更好的春晚 所以为什么我们自己参与嘛 自己设计嘛 所以我就写了整个的通稿 然后就是把大家都鼓励起来 就是献歌呀献舞啊 其实都就从背后走到台前 所以很开心啊 大家就觉得终于自己参与了 我一直说本来春晚就是应该你自己的春晚 只有你参与了才是你的春晚 那这个口号也不是说这一次 因为我们这个平台是我一部分义工时间 我们自己的小区也很有意思 我们的小区也是做春晚做了六年多 是一个非常大的活动 我们在就是小区的一个就是文化方面传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活动吧 所以我们我们的口号就是自己的春晚 就是自己参与的春晚才是自己的春晚 所以很有意思 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尽管你在异乡他乡 那个可能春节的时候是最思乡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大家能够在一起 朋友之间嘛 邻里之间能够共度春晚 也是一件慰藉相情的一个事情可以做 所以就是就这样也没有那么高大伤 就是也做得开心好玩嘛 您觉得您参与这些公益活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对啊 我觉得其实都是偶然 如果有就是我记得傅雷家书是吧 有一句话说给永远比拿快乐 当然我做不了那么高大伤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你做公益的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在也就有一个要求是05 那那天让我05那天我肯定有什么都不能 我一定是再累我也要起来 我要把这个一小时的舞设计好 然后我先事先要练过 我知道这个程度如何 这个过程也是帮助我自己的这个一个自律性 对吧 那我如果能够说05那肯定我要体力方面啊 这个就是舞美方面要更加的优秀 所以我自己当然要更多的去练 这对我也是一种促进和帮助 所以这个做义工带来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reward 可能大家就是一句话谢谢你就已经就非常开心嘛 我觉得大家都是有一种被need的要求 就被需要的那种感觉是很美妙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做义工给你带来的很大的收获吧 因为你被需要嘛 好的谢谢洛岳姐 那么今天呢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那谢谢您